本港天氣持續不穩 天文台四度發出黃雨訊號 期間一度改發紅雨 來往紅磡至廣州 以及北京的直通車服務 亦都受阻 最少兩班列車要取消 艾曼 將軍澳和港島 錄得超過70毫米雨量 半山馬幾仙甲道 馬路納青受損 一度全線封閉 新界北部日間雨量 亦都錄得超過70毫米 天文台提醒市民 小心河道氾濫帶來危險 一度低壓槽相關的雷雨 正是影響廣東沿岸 凌晨3時半開始 天文台多次發出黃色暴雨警告信號 下午4時一度改發紅色 預料雷雨仍然會繼續 我們預料 接下來兩天假期 星期日和星期一的佛誕假期 天氣仍然會有 趙雨和雷暴 我相信要到下週中期 趙雨才開始減少 陸空交通亦都受天雨影響 來往紅磡至廣州 以及北京的直通車服務受阻 延誤過半至四個小時不等 亦都有列車要取消 機管局就說 截至下週五點 有266班航機要取消或者延誤 會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問題 讓我拍照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Swing